哈喽大家好 我是珠惠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食开表 我是佳佳 今天我们视频的主题呢 是被疫情偷走的大学生活 暑假过后很多人要去上大学了 不过现在的大学生活 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有疫情 所以我今天邀请到了佳佳 一起来聊一下 我们是同校的校友 只不过她现在在上学 而我是六年前上的学校 对 太好了 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 我们的大学生活有什么不同 首先学习方面 我先来聊聊 我觉得有的不同 就是我们当时是一节网课都没有的 根本不知网课为何物 现在听说有很多网课 网课还好吧 因为我们杭州相对比较安全 但是呢我们有个老师 他被困在了上海 所以我们只有开学的 第一堂课见了他了 后面都是上的网课 是因为老师被困住 对啊 而且的话 以前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讲座的要求 但是现在讲座基本上没有去过线下 全在线上听的 是因为人流量的原因 对啊 太不一样了 我们当时就是必须要去听讲座 要刷学分的 很多人不想去 都让我去带饭打鞋 我掏出一堆饭打鞋 哎呦 滴滴滴滴的进刷 然后呢 嗯 还有像我们那个上海的 有些朋友 他们就稍微要惨很多了 就是我的室友 他男朋友就在上海嘛 他们之前疫情封控的时候 几乎有一两个月 都没有出过寝室的门 然后都在寝室上的网课 更惨的是 还有一个日本的朋友 他本来研一就要留学去日本 但是呢 但是中国 你的中国朋友 对啊 对 我中国朋友留学去日本 他的研一都是在家里蹲的 然后研二现在才刚刚去 所以对留学来说也会有很多的影响 那在学习方面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啊 就比如说我们学传媒的 有经常有那个拍视频的作业 像这学期就有无人机 还有出镜报导 深度报导这些 取景受到很大限制 只能在校园里面 或是采访的话 很好玩啊 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食堂的同学互相采访 就是50个学生叫作业 全是航拍 全是学校 就疫情比较严重的那段时间 他那个 无人机版 很多作业都是拍的学校 后来稍微好一点了 才有去西湖的 有其他景点拍作业的同学 之前我们有个选题 想去采访 亚运会的一些筹备工作 但是太远了 那时候控制还挺严重的 每天可能只能出门一个小时 但来不及 所以就在学校里面换了选题 以前采访都是那些高端选题 亚运会 现在觉得说 哥哥你吃了什么 那这样来说的话 你实习和实践的机会 是不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 还是会在选择方面 受到一些限制 比如说我们有要求 不能出半学地嘛 那你实践实习的活动 只能在杭州市内 路程太远了 那你的出勤时间不够的话 那申报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哦 所以它的出门政策是什么 还有出勤时间是吗 对 它是根据疫情的 这种松紧度来的 在最严重的时候的话 我们只能出一个小时 然后好一点的时候 有4个小时 嗯 最近是因为杭州疫情好多了 所以才能 晚上10点半之前回来就行了 就我跟朋友们出去 那个吃个饭 可能都不止一个小时 就是得掐着点回来是吗 是 而且你申请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个延迟 才给你码通过 所以根本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同学就开玩笑 只够在学校门口吃个黄闷鸡的 真是去对面便利店买一个包子 是 所以说 如果说超过一个小时 我在回门口过 那你码就灰了 那你就找辅导员 找导师再去批准 参審批 对啊 这样的话 老师可能还会批评你 所以大家也不愿意找这个麻烦 就跟那个回寝那个消敬似的 有点 就会觉得自由会比较很多 我们小时的生活真美好 大学等于自由 对啊 当时刚上大学 我就记得我们班同学组织了KDBE 然后大家要进去去上KDBE 我们还不想去 还不想去 现在想去都出了 对 出门证次还有一块 就是访客 我们以前就是随便进的 我室友的妈妈 还在无寝室睡过觉 但我们现在不可以了 我们都是电子识别 如果你脸对不上的话 是陌生人 他是不可以进校园的 前段时间很严重的时候 疫情 那几乎是没有外人进来 那现在的话好一点 比如说慧你这次来 我们就提前跟辅导员报备的 这样辅导员报备 然后我填写了一张申请表 然后进行了审批 可能辅导员去跟领导说了吧 对 然后我获得了一个码 然后通过这个码 骚码 让一个保安放我进来 是的 所以现在的环节会多很多 对 然后这个码是规定时间的 就是比方说我只有今天可以 然后我今天来发现 我们学校的美式广场 变成一个核酸检测店 是的 这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同学检测 现在杭州的话 前段时间是要求 三天一个检测的过程 然后现在是七天 以前校医院嘛 每次核酸检测就会排很长 然后把学校那个美式广场 改为了核酸检测店之后的话 你们吃的就很少了 吃的更少了 那个排队情况怎么样 排队的话 三天的时候呢 真的很惨 那个时候很热嘛 然后大家星期五 可能要出去玩 就会发现门口的排队长龙 已经延伸到了100米开外 那现在的话 做核酸 如果你稍微早点去 可能寄到寄座也可以 因为七天嘛 没有那么多竞争了 那说到这个美食 你们现在还能点外卖吗 外卖我们一直都能点 只是说可能会麻烦一些 外人不能进学校嘛 大家点的外卖就只能去 刚刚你也看见的外卖柜一排 自己下去拿 这么热的天 拿一趟外卖其实也挺不容易 我们有钱都是送到秦师楼下的 真的 更顺于可以送上门 因为就是项目 我这样一样的高二代去兼职 当这个外卖小哥的话 就可以给送上门了 因为他本身就可以上门了 那你们是初代的外卖员 真的 我们一二年的时候 恶魔刚刚出来 然后我们点一个外卖 就一块钱两块钱 因为全都是红包 就是可能它本身价值 15块钱的一个盒饭 然后红包一块钱减掉 然后再等优贵 什么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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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那么生活方面还有哪些影响呢 除了吃 那就是消耗嘛 动嘛 本来我们同学都一起办了 旁边的健身房的卡 但是就是出门收鑫着那段时间 就在马路对面的健身房都去不了 给不给延期 不给 而且关键很搞笑的是 我们办到卡的时候 还有刷满50次的脸 就可以再送几个月 后来50次刷不满 因为根本就去不了 我之前就是办了一个 这个练瑜家的私脚 然后呢 那你们生活中的那些爱好怎么办呢 就是像我们以前下课之后 我会跟我的同学一起学下课 虽然说是三分钟热度 但是就是蛮美好的那种感觉 还是青春校园的感觉 还有就是我们这边是高校园区 可以去别的学校串门 然后有去那个理工后花园拍拍照 什么那边风景不是挺好的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很遗憾了 我们门口就是电子科技大 但是我们是不可能进得去了 那两个保安站的门口跟保镖一样 很吓人的 然后别的娱乐活动也受了很多影响 比如说我们学校门口就有那种小酒吧呀 还有那个KTV电影院 按理说我们之前会约同学去玩 然后狼人杀或者聊聊天 哦对现在就是剧本杀 历史投资什么的 是一种社交嘛 但是的话疫情风效的时候 这些经营性场所 尤其是这种娱乐性的 第一个风 最后一个节也挺无奈的 太烦了 因为小学生不知道谁能学习 读书馆没有风过吧 图书馆大门常打开热烈欢迎 图书馆门常打开 欢迎你来学习 那你这个啥都没了 生活费不减少 生活费那不能减少啊 花钱的拜拜还是很多的 用购物来缓解心中的背痛 对 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是外地人嘛 就会约着室友啊 然后朋友啊 一起去西湖啊 然后宋城啊 或者周边的城市啊 去周末两日游 现在这个是不是也不太方便了 嗯 室内倒还好嘛 但是周边就麻烦很多 比如说像这个暑假 我们不是申请留校了嘛 其中就有个校管理规定 就是你不能离开办学地 如果你离开办学地的话 你就视为自动离校 你就不能再住在学校了 那这意味着 如果像我在杭州实习 如果我想周末的时候 跟朋友去这个比如说南京啊 或者是什么 江苏去逛一逛 嗯 不行 而且辅导员是说的 非必要不理校 很严重的那段时间 就有人说什么叫做必要呢 然后老师说 除非你前男友死了 就必要可以理想 就开玩笑似的 他男友死了 我觉得也是非必要 对 就是说一般人的一般事 都不要出去了 就保证安全嘛 OK 既然提到了这个 Snow的前男友 那我们就要聊聊爱情方面了 嗯 现在谈校园恋爱 是不是非常麻烦啊 跟学校最面的帅哥谈恋爱 一起学习只能见一次这种 是的 尽量就在校里面找吧 或者是只能网恋啊 然后以前我们听说 有浙江的一些 各大高校的联谊 嗯 现在的话没人组织 就挺麻烦的 教育圈急速做小 嗯 是的 就个庭本事 学弟挖掘一下 但是挖掘学弟吧 你要防止他是0或者1 这能说吗 这是能说的吗 展开手说 展开手说 咱聊聊就是已经成了的 像我的好朋友 我的室友 他男朋友就在上海 他们本来周末嘛 坐个高铁一下就可以见了 但是 很近的 对 一学期没见过 就只能打电话维系感情 就挺难的 真的看起来挺心 祝福你们 999 这样都甜甜蜜蜜 已经很不容易了 弹幕一起祝福他们 嗯 加油 疫情时期的爱情 不比霍卵时期的爱情简单啊 那不是异地的呢 他们现在约会 其实也挺有难度的吧 怎么说呢 你在学校里面 活动都还好 如果你想出去玩 然后尤其是过夜的话 那现在的这种宵禁啊 还有这种寝室阿姨的管理 都是还是比较严格的 过夜不可能过的 过夜的话 你要不请假 要么的话偷偷跑出去 可能要被寄过的 老师讲 原本学校旁边的酒店 生意很好 现在我感觉很多都倒闭了 对 可能终点房的生意要好一点 这是可以说的吗 对 因为他们有那个回来的时间 从一小时现在回来到 四小时回来到那个时间 对啊 一小时你就不可能开房啊 一个小时还没 这个也是懂的都懂吧 行行行 现在的恋爱真的好省钱 省钱不省钱 这里另说吧 还可以网购 还可以网购大人 接下来 要说一个比较严肃的方面了 工作方面 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影响也挺大的 因为现在疫情 明显感觉到市场上 对于职业的需求量少了很多 像恒电啊 他这些年拍的片子可能都少了 然后综艺节目录制也耽误了 这都是我们传媒行业 对啊 就整个传媒行业 像我们学这些专业的 就是要去这些单位找工作嘛 不管是实习还是正式工 找工作都挺难的 再加上有些同学 可能在杭州市 嗯 留下来的难度就变大了 他们就回老家了 我有些学长学姐 他们就是因为找工作太难了 就回老家去 被考公务员 但其实公务员考试也很难 我这说到了第二点 对啊 考研公务员是急的 是 要么是一些已经上班的人 他可能被裁员了 或者面临了一些职业上的困难 就也去考工考研 然后还有一些人他出国 可能就是难度大了 或者是范围小了 出国的人少了 对 然后 也回流了 然后结果就是说 现在考工考研 每年都在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本来还想考的算了 就不管你上班还是去上学 都有它的难 而且我们说的是传媒行业 其实还算好 因为如果说报道一些疫情的情况下 这个岗位的人总不会需要人赞 但是有一些行业 灭顶之灾 旅游行业 对对对 怎么办呢 有没有理由的 可以现身说法一下 扣在弹幕里 加油 最后呢 我想聊一下这个心理方面 心态还好吗 心态被磨合了 磨合了 有一个过程的时候 现在很难受 但现在就平静了 对 当你遇到了麻烦的时候 比如戴口罩 做核酸 排队排那么长 你就会觉得要是没有该多好 甚至没有的话 你回家的频率都可以高很多 对对不对 对是回家挺的 因为你也是充热户的 对我妈妈爸爸现在就在浙江 但是我几乎一年也没有回去过一两次 太难啊 你说我以前 就是回家 敲敲敲敲敲 当时要40分钟 现在二三十分钟就知道了 我当时呢 我回家只要40分钟 我是有回家要40个小时 就是他特别羡慕我 然后我就是隔两周 就能回家回家回家一趟 然后他对付我回家 所以就现在连爸妈都见不到 对对对 这个心态确实很受影响 是就有的时候会觉得 一个人在外面还挺孤单的 现在好一点了 习惯了 那我觉得现在的学生们 其实也要注重这个心理健康这一块 对 不能被疫情打倒 对 就像我现在都定期 做心理自行推荐给大家 每天开心才能每天漂亮 感慨一下 以前的大学生活真的很美好 希望这样的大学生活可以早点回来 对 让我们的疫情早点推算 对 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希望大家给我们一键三连 拜拜 拜拜